美国在亚太拉帮结派五刀弄枪 大搞军事小圈子 一些域外国家也妄图继续做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的美梦 近日 英国皇家海军发布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巡航亚太回顾视频 综合外媒报道 在过去五个多月的远洋行动中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访问多国港口 频繁参加多边联合演训 试图展示参与地区事务的热情 此外 德国巴伐利亚号护卫舰于8月初离开德国威廉港 启程前往亚太地区 11月完成20年来首次访问日本的特殊撞举 12月 德国军舰时隔19年首次进入南海 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 一方面是赤膊上阵 在太平洋掀起腥风血雨 一方面鼓动域内盟友国家家具内卷 大搞军备竞赛 同时更是拉帮结伙 怂恿域外盟友在太平洋地区耀武扬威 美国的三板斧 武德纳是有声有色 像模像样 却也让太平洋真的不太平了 对此杜兰认为 美国鼓吹冷战思维 搅乱地区局势 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美国在该地区日渐衰落的主导地位和霸权体系 力图以盟友的力量来弥补自身实力的不足 而亚太地区国家需要的更多是疫苗和就业 而不是奸船和力炮 亚太的局势更加恶化呢 罪魁祸首还是美国 美国面对中国近年来快速发展 还有它自身的国内的困境 以及国际影响力的衰落 危机感是显著的上升 美国近年推行印太战略 鼓吹冷战思维 推行集团对抗和地缘博弈 搅乱地区局势 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美国在该地区日渐衰落的主导地位和霸权体系 因此美国政府呢 以这个每日一要四边机制为主要依托 企图构筑一个印太版的北约 拜登政府也是企图重振盟友体系 将全球盟友力量集中到亚太地区 力图以网友的力量来弥补美国自身实力的不足 他在这个国内呢 还是面对一个自顾不暇的情况 尤其是在经济上 他想要继续地扩大 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呢 也是十分的困难 很多的倡议经常是口惠而实不至 只能是在他这个自身还比较有优势的军事上来大作文章 因此美国也是不断地在加大这个自身的军事预算 增加对亚太地区的这个军事投入 扩大在这个地区的安全上的存在 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面对美国在亚太地区这些军事上的动作呢 他的盟友伙伴其实与他也并不是完全的齐心 特别是在阿富汗撤军之后 美国的盟友对美国的这个信心是显著的受挫 他们也看到了为了自身的利益 美国可以完全弃盟友的利益于不顾 那同时呢 改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 还是对美国的这样一冷战思维 推行地区小圈子是十分的反感 也越来越担心更多的国家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投入 会加剧地区局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那在这个疫情依然得不到控制的情况下呢 该地区国家携手应对疫情 以及共同推进经济复苏的需求是在不断的上升 区域合作的动力也是在显著的加强 也是越来越打成共识 要努力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地区秩序 避免分邦结派 摒弃冷战思维 需要的更多的还是疫苗和就业 而不是尖船和力炮